知名作家美食家韩良璐 今天清晨因为子宫癌 病逝台北荣总 享年57岁 这个消息来得突然 他的好友和读者们都十分的震惊和不舍 他曾经努力传达的旅行美食 和成长记忆中的味道将成为绝项 我们只有在自己出生成长的地方 我们才会永远是有回忆的旅行 而不是只是所谓的当时活在当下的旅行 戴着耳麦在台上用红亮的声音 加上充满自信的眼神对近百人演讲 他是知名的美食作家韩良璐 未来想听他谈旅行 说美食只能透过影片来回忆 我们的好朋友韩良璐 就是在今天早上5点30分钟离开我们而去 兴趣上有许多的共同点 像吃东西就是一个满大的共同 话讲到一半就讲不下去 得着好朋友韩良璐病逝 倪崇华很惊讶 因为事情发生的实在很突然 今年初韩良璐还在国外旅行时 因为身体不适而提早回国 就医后这发现了罹患子宫癌 2月3号开刀 病情没有好转 不幸在3月3号清晨病逝 从确诊到病逝只有短短两个月 享年57岁 为历史街区发生 有话直说的个性让好朋友们印象深刻 另外对写作 韩良璐更是充满热情 去年4月28号 他就打电话给我说 回之我要出书 然后我6月2号就要出书 见到面他就扛了一个皮箱 那皮箱里面都是他这十几年来写的稿子 过去韩良璐曾经出版爱情全瞻星 美味之恋等书籍 接着连续9年都没有再出书 直到去年一口气出了 梁璐家之味等4本书 且曾经获得台北文学奖 优良剧本奖等多项殊荣 前一阵子王轩衣过世了 然后这次梁璐又走了 我就觉得在我们美食界 真的是损失了两块宝贝 我希望他们能够都在天上保佑我们 同位美食专家的陈安琪 听到韩良璐病逝消息也相当不舍 而韩良璐在临走前 其实还有个医院 就是真善美这三个字 他只做到了真和美 剩下的需要家人为他补足 生病的过程当中 在医院中见到许多 照顾他的护理人员 医师 也就是无事的付出 所以他也特别交代他的朋友 让他的家人在往后 在善方面要多做一些工作 57岁的人生实在太短 但韩良璐走得精彩 对中华饮食文化的热爱 和生活美学的专严 实实在在反映在他的生活中 对生命充满热忱的他 留给后人无限思念 玉定TV杨子健李中宪 终合报导